我是1967年 属什么 属什么的 属什么的 我是1967年的 四月的 我是属羊的 我老公是1964年的 八月的 他是属龙的 我带您帮我看看 我还能不能维持这个婚姻 人家外面都有了 你怎么维持啊 你这整个 哎呀 您真是太 您真是太 太太太神奇了 对对对 我就是看见他有了 我跟他已经分剧 分了有八年九年了 那您觉得我 我那个 您看图图我们 我们是什么缘分呢 我们是不是上一世 是恶缘 还是什么缘 我们为什么会这样啊 我看了这个法会了 你能不能少讲两句话 哦 谢谢您 对不起 你要是讲的话 你不让我讲 你就自己把录音录下来 自己念念听听 不是蛮好吗 你跟台湾好不容易打进电话 要多听少讲 听不懂啊 谢谢 动动动动 你想想看 你跟你先生是善缘 怎么会分居啊 恶缘还不懂啊 哦 哦 冷静一点 有的缘分 有的缘分分开了 还能合 有的缘分分了 就不能合了 你现在 我也不会讲给你听 你如果还想把这段缘分合起来 你就要自己好好的念经 你不念经 不靠菩萨的力量 你就按照自己的命在走了 你听得懂吗 哦 我听得懂 听得懂 你念经都没念经啊 我有念经啊 我有念心经 我有念大悲咒 我都背下来了 心经我都背下来了 大悲咒都快背下来了 我六月份才知道您这个心灵法门的 我就爱不释手 每天都看 你在讲啊 你现在 现在你要记住一句话 台长问你 你跟他分居有多少年了 我有分居了 有九年了 你说这个九年的话 两个人还经常 暗中有一些联系 你自己都 没有联系 没有联系 他拒绝 他拒绝 发听我的信息 什么都拒绝 但是他就是 给我 这个房租啊 什么生活费 还给我 你没有 这不叫联系啊 他通过你的一个好朋友 经常打听你的消息 你还不知道啊 是吗 一个女的 你这个年纪大的一个老太太 她经常通过她了解你的情况 哦 你实在太神经了 你听得懂吗 所以人家男的被你吓都吓跑了 现在开始学佛了要改变自己这种状态 否则回来再听你这么叽叽喳喳的叫啊 哦 哦 听得懂吗 我听得懂 你不要以为你世界上你是最好的女人 有的女人 什么 你再说一遍 我没听清楚 我说你不要以为你是世界上最好的女人 要改毛病的 因为很多女人有自恋狂 所以人家男人吓了逃走了 听得懂吗 哦 那您就说我有自恋 哦 不是单单自恋了 你还自狂呢 呵呵 呵呵 哎呀 您说的太准了 呵呵 因为你啊 我告诉你 出生不凡 对不对啊 就是家里啊 出生还是不错的 啊 条件还不错 但是呢 就是自己讲话呀 各方面做人呢 太太小气 太苟刻 你要记住一句话 你给人家有个空间 你自己就会有个空间 听得懂吗 哦 我听得懂 听得懂 所以 那您觉得我的老公跟我还能继续下去吗 您觉得我 他现在想让我跟他离婚呢 他让我去律师楼跟他办手续 你想想看 分居九年了 怎么不办手续啊 你交给我听啊 我先年大了 就办了 不是听我办的 我是不会叫你们办的 我叫你先念姐节奏 哦 念姐节奏之后听菩萨的 自然的办了就办了 如果你念了姐节奏之后 跟你老公好起来了 那么就说明你们两个人缘分还没断 听得懂吗 哦 那个女人 你能帮我看看 她上一世跟我是什么关系吗 什么关系 婆媳关系 啊 婆媳关系 你就是一个婆婆 一个烂婆婆 她就是一个媳妇 哦 上一世啊 所以她性格像女人一样 你性格像男人一样凶 哦 哦 你知道吗 你现在自己已经有忧郁症了 你听不懂啊 哦 对对对对 你自己要好好的学会控制 你现在还没拜 千万不要向你这种性格跑出去说 我是卢台长弟子 如果我都是你们这些弟子 人家说她的师父肯定是疯掉了 呵呵 呵呵呵 你现在好好修心 听得懂吗 听得懂 你好好念经 把你老公念回来 最好念不回来 你就心里不会有芥蒂了 不会难过了 听得懂吗 哦 那我现在 她要是让我去办手续 那我就办了 先拖拖 再拖一拖 你喜欢她不了 我喜欢她 喜欢她你就先拖呀 哦 听不懂啊 那我知道啊 我看我听了您的录音了 您之前说以静之动 那她现在是我先提离婚 还是她先提离婚 那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呢 现在 那现在是 现在是她提离婚 还你提离婚了 她现在要让我离婚了 好了 她说去李世荣 你像你这种样子 人家会要你的 你刚刚讲话像吵架一样 脑子们像进水一样 走路们像鸭子一样 呵呵 吃饭们像狂人一样 做事情吗 像机器人一样 你这个 你说的太对了 我就是这个脾气 我也改不了了 哈哈 哎呀 卢太长了 我真的太谢谢您了 您是活菩萨 我看您的视频都看不够 每天晚上都看 我看你是活菩萨 我看您的法会 因为你在 我听了你讲话之后 我觉得你 你是活菩萨 哈哈哈哈 你饶了我吗 哈哈哈哈 您太风气了 我真想看见您了 您什么时候来香港啊 我要去您的法会 哦 你先 你先有本事让台长到你 法生到你梦里来 你就是心诚了 听得懂吗 哦 好吧 我听得懂 哦 哎台长 您能帮我看看 我 我那个 再看一个人吗 看看我儿子行吗 讲吧 谢谢您 你 你讲啊 你儿子 几年属什么呢 我儿子是99年啊 99年属兔的 您看看他上一世 这跟我是什么关系 99年属兔的 哎呦 吵啊吵啊吵啊 有的吵了 哎 不卖你账啊 整天要跟你 不卖你账 整天要跟你闹 哦 哦 你想想看 你跟你跟谁有缘分 你这个恶婆婆 你跟这个媳妇不好 啊 跟自己儿子打斗 你说你这辈子 人家不是来讨债的 你看你这儿子省油了 你告诉我呀 他对你妈妈服不服啊 不服你的 你听得懂吗 哦 我听得懂 你自己要好好的放下自己 要慢慢的静 静下心来 听台长的话 啊 以后慢慢以静自动 啊 要越来越有修养 要有禅定 要有文化 要有修养 你孩子才会尊敬你 你就地地呱呱呱 地地呱呱呱 你孩子怎么会对你好啊 哦 听得懂吗 听得懂 听得懂 你整天从着他叫 他就把你当鸟 对不对啊 哦 你比方说 你是个老虎 你在边上不讲话 人家看见你都怕 听不懂啊 台长啊 那我儿子上一世 跟我是什么关系啊 有什么用啊 讲给你听啊 反正告诉你是 讨债鬼就知道了 你叫儿子 你叫儿子跟你一样的 感情上会出很多波折的 还听不懂啊 哦 对对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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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现在好多女孩 老是跟 新潮换女孩 开心不啦 你说开心不啦 他 哦 我的儿子是个讨债鬼啊 啊 你不知道啊 我也感觉 有感觉 对对对 感觉了 你少讲了 你以后要稍微冷静一点 他现在在加拿大 上大学 你说好吧 他不是自己 不是你宠坏掉的 哎呀 我对不起他呀 因为他爸爸对他不好 所以我 你就这么讲 我就是因为他 才跟我老公分了剧啊 我就是为了他学业好 就抱他出来 在外面上 给陪他读书 你讲 就是全梦母三千啊 你讲了十分钟 我血压都被你弄高了 你知道我现在 他正在吃酱鸦片呢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好好修啊 您一定保重 您保重 您的问题 对呀 我有您在 有您在活菩萨在 我能保重的 我要激动了 哈哈哈哈 好好地自己 要做人间菩萨 好好地修行 好好地要放下 儿孙自有儿孙福 自己把自己 日子过得好一点 有男人 也好 没男人也好 要碌碌不动 听得懂吗 不要伤害自己 这个世界伤害自己的 永远是你自己 听得懂吗 听得懂 听得懂 谢谢您 谢谢您 听得懂 你自己要记住了 这个世界上 没有无缘无故的爱 没有无缘无故的恨 一切都是上辈子的缘分 听得懂了吗 听得懂 所以一定要 好好的修 如果不能好的话 那我就去办离婚了 我没说不能好 因为我们学佛人 劝何不劝离的 所以我叫你再 马上再等一段时间 赶快多念一遍 解节奏 然后你就看看 试试看看 他能不能回来 不能回来 你慢慢再说 你能够回来 你就把它念回来 你觉得血压高吗 你 好好好 念回来 好吗 你要喜欢他 你就念回来 听不懂啊 听得懂 但是我老公那个 他卖了他那个楼 他赚了很多钱 一千多万啊 如果我去分他的财产 您觉得这个合理合法吗 因为律师跟我说 如果你不分 三年就失效了 就没得再分了 这要看你自己了 该你得的就是你得的 不该你得的 你打官司 你也打不起 我就讲给你听 听得懂吗 对对对 我听得懂 这种律师 他也要赚钱的呀 他一开口 就希望你们马上打 他一个 对对对 现在就是律师 希望我马上打 就是他们催我 我也不知道 现在知道了 他可以怎么办 如果他今天不要钱 他催你 那你要感恩他 他今天要钱催你 你就要好好的当心了 哦 你等你打上去了之后 你们这段缘分 就彻底完了 听不懂啊 哦听得懂听得懂 你要保持缘分 你就先 先不要打官司 听不懂啊 那您帮我看看 我的图头 我命中有几段婚姻呢 就像你这种 有 不管有几段 你都会 以失败而告终 你首先要改变 自己的性格 听得懂吗 哦 你除非找一个机器人 你天天冲着他骂 冲着他打 人家都心甘情愿听你 好 这是很好的 机器人来了 你就可以了 改变吧 改变吧 哦 别弄得来 自己像18岁少女一样的 年纪不老人了 个子们长得这么小 脑子们还这么复杂 你以为我看不见你的 短头发 嗯 哎呀 哈哈 翘鼻子 您真的是有法眼啊 通通 身通广大 通通通了 对 你说我什么 个子特别小啊 然后呢 个子矮 短头发 眼睛慢大 鼻子有点翘起来 眼睛下面 颧骨有点偏高 啊 对 我还看到你脑子里边的东西呢 您说说 给我说说 我脑子里什么呀 脑子里一半是 面粉 还有一半是水 一发起脾气来 头一晃 你就变江湖了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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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起脾气来 我就变江湖了 对了 你就一团糊状了 好了好了 哎呀 炉台长啊 我到哪能够看到您呢 我特别想见到您呢 VCD好 先看一看吧 哪本书 好好看一看吧 你什么时候来香港啊 我什么地方都会去 你好好修心就好了 好不好 好啊 那我明年三月份 可能去新加坡 参加您的法会啊 你怎么全知道 我们自己时间还没定了 你已经知道了 你有法言啊 我已经在香港同修会 我去了香港那个石门 那个同修会啊 我去那拜观世音菩萨 我拜了好几次了 你现在 你现在我回去给你个工作 你冲着镜子自己拜自己吧 哈哈哈哈 好了好了 再见了 再见了 谢谢您台长 再见再见 好好谢谢您啊 您保重啊 谢谢 已经给你加持了 拜拜 再见 哎呀我的娘 哎呀凉凉血压 哇 上面一百八了我现在 晚安 好玩的 哈哈 快不见了